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今集想和大家跟进一些香港和国际的消息 其实国际方面有很多值得讲的议题 例如德国将会在9月26日大选 而日本的自民党又会在9月29日选总裁 由于自民党现在是执政党 所以自民党的总裁等于自动成为第一百任的日本首相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和大家讲的 可能要出两条片才讲得完 今集先讲讲香港的消息 大家应该知道原本现在去英国 如果你打了两针是不需要隔离十天的 但是因为香港的打针证明 就没有出身的日期 就不符合英国的要求 所以现在去英国仍然要隔离十天 另外去到英国第二日和第八日 还要接受PCR的检查 这件事现在有最新的进展 香港政府宣布在9月29日起会更新接种的记录 就加回接种者的出生日期 香港政府就说已经知会了英国方面 建议英国政府认可这些接种疫苗的记录 在继续这个话题之前提提大家 请你支持和利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言归正传 那怎样更新这些资料呢? 补回接种者的出生日期 就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个部分是电子记录 另一个部分是纸本 如果是电子记录 29日起 你打完两针 可以透过治安心的应用程式 查阅 和下载更新版的电子疫苗记录 市民也可以迟些下载的意见通的手机程式 就可以获取到更新的电子疫苗接种记录了 那纸本又怎样呢? 纸本就麻烦很多了 如果要领取新版的纸本打针记录 你要在出发去英国之前的两个星期内 带身份证和机票 这些有效出行证明 去指定的地点领取新版的针子 总之一句说法是麻烦 相信英国政府都应该会接受这个新安排 到时香港人去到英国就不需要隔离那十天了 第二单新闻就关于曼晚舟的 如无意外这条片出街的时候 这个曼晚舟应该已经脱身了 迟些可以坐飞机回大陆了 大家记得2019年 美国就因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即曼晚舟 涉及欺诈回复银行 违反制裁伊朗的规定 就要求加拿大将它拘捕 而且要求加拿大将曼晚舟引导去美国受审 曼晚舟的律师在加拿大打官司 好了 一直搞搞搞搞到现在了 多家的外国媒体 很多家报纸都有报道 曼晚舟在今天就以视像的方式 就出席了美国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审讯 他会承认部分的控罪 然后支付一筆罚款 然后美国的检控方面 就会撤回这个欺诈的控罪 然后曼晚舟最早可以在美国时间 9月24号的下午 就脱离现在带电子脚楼 这个限制生活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可能这条片出街的时候 它就已经从获自由了 所谓 其实加拿大传媒上个月已经传出来 加拿大那边也很多人讲过这件事 有些移居了去加拿大的KOL都有提过的了 就说会放曼晚舟 好了 来到这里 大家一定关心的 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施帕佛 又会不会同时获释呢 早前其实环球时报又说过 曼晚舟案和康明海等人的案是无关的 他坚持说曼晚舟被冤枉的 康明海就不同了 他们有罪这样 强调康明海等人不是人质 不过如果还没说到的话 美国加拿大就没那么简单 单方面放曼晚舟的 所以康明海和施帕佛可以获释 应该是正路来的 不过端鼓一定会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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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长期做得好看点 迟些就低调的释放康明海等人了 现在加拿大的大选就刚结束了 杜鲁多就之前以为提前大选 那么他的自由党可以耳直过半 然后以后就可以一个党玩完了 就不用其他少数党合作帮他推动政策 结果怎样呢 选前的民调呢 他就和在野的保守党 竟然是五五波叮当码头 其实如果一个不幸 杜鲁多分分钟总理位都保不住的 不过去到最后 杜鲁多的自由党 虽然在338席之中 都拿到158席 但是仍然未过半数 不够170席 结果呢 是仍然不能够成为 多数以值的执政党 同之前一样 一样是要其他的政党合作 才可以推动政策 杜鲁多这一场的政治赌博呢 这批牌可以说是吃不出了 魔祸 但怎样呢 结果就浪败了36.6亿的港元 白做打回原营 不过打回原营 对他来说都算好 如果一个不该 连总理位都输了 就更麻烦 不过呢 亲中立场的杜鲁多 现在就做回总理了 马上就出现了 现在释放曼晚舟这件事 如果遲些加拿大那些人质又获释 杜鲁多就一定会借一些义的了 就向大陆表示有好 乘机收好得和大陆的关系 问题又来 就是美国今次都没死咬着 曼晚舟不放 那也都证明美国那边 都是不觉不觉之间 慢慢放远了对大陆的态度 虽然现在 其实中美的局势 来到这个阶段 曼晚舟这些棋子 其实已经没什么实际的作用了 就算真的引导了去美国受审 那又怎样呢 又是拖一段日子 在那高来高去 然后就那些美国的律师赚大钱 根本就没什么政治的意义了 那至于你说曼晚舟爆料 其实如果美国在2018年到现在 都还没收够华为的料 那美方呢 也都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 那有人说 曼晚舟宁愿不回大陆 或者加拿大 可能更好一些 那这些是讲笑的 大家想想在加拿大 怎样说 都是少了大部分的自由的 生活怎样都不会很写意的 那回大陆又怎样呢 大家心知肚明了 它表面上都会是自由的 记住表面上 实际上是另一种的监视生活 这些根本是预作了 不过端古监视生活的活动范围 都会大过加拿大的 那至于大家讲的所谓自由 算吧 忘记了它 不要再提了 自由 真的 好了 最后要讲一讲恆大的情况 昨天呢 就盛传恆大 就会一刹为三 一分为三 然后呢 中国政府就会用间接的方式 救回恆大部分的资产 就包括了 就有些资产 将它转为国企 而另外呢 建的楼呢 就会由地方政府分quota 不同的单位部门呢 就各人一人买一些 那就令到呢 恆大那几百个地盘 可以继续开工 而地盘可以继续开工 卖到楼有些钱回来 那些楼就不会变成烂尾楼啦 那几百万的业主 又可以有得收楼 而成建商 外判商呢 有钱收 就不用跳楼啦 那而呢 中央又不用直接出一分一毫 都会救回恆大部分的业务 那样 好了 传了这个消息出来呢 昨天呢 恆大的股票呢 还有轻微的上涨 那而恆大呢 也都讲明 讲得挺高调的 说有些呢 将会到期要给钱的 美元债券利息 就会如期支付的 谁知道我就刚刚看一看 路透社 新加坡的报道 原来应该支付 又多次传出会支付的 八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债券利息 是过了限期的了 还没给钱 那也都没得到恆大任何的回复 那现在呢 就进入那三十日的宽限期 如果宽限期一个呢 就等于是违约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恆大那些美元债券的持有人 当然恐慌的心理就越来越升温了 越来越害怕了 有些分析师就说 要有些心理准备了 那些债券很可能会重组的 那只是能够拿回部分的投资而已 但如果真的这样的情况呢 分析师又说 那又会造成连锁的效应了 那跟着往后的日子呢 会出现其他很多相关的问题 那不过呢 就算现在真是很快地搞定了 那八千三百五十万 其实不是很大数的而已 美元的债券利息呢 下一个星期 还有另外一笔 将会到期 四千七百五十万美元的利息 犹要支付的了 好了 其实这两笔利息呢 不算很大的数 为什么 加下都没给呢 那为什么又前日 传出 说会分拆恒大 然后再间接救回恒大 部分的业务 再等它慢慢有秩序 这样清盘呢 这些真是很奇怪 究竟是不是真是北京 真有此意 抑或有些人故意放一些烟幕出来 然后从中找一笔呢 这个真是没人知道 所以到了此时此刻 我都还没看到任何人 或者任何的报道 是有很落实的判断的 没有人敢大大声效判断的 那大家都在这里猜猜猜猜的 时间来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汉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子下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